what what 那个男人居然地胜鱼 whats up bro 这里是bqt 今天我们来约审批那个男人的新歌Problem 这首歌一上线就获得了非常大流量的关注 果然是那个男人 而且据网友透露这首歌是地胜鱼之前 在巅峰对决后台feestyle的片段 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到底有多屌 那个男人 这是一个DJ打蝶的唱机 诶 唱机那里还有歌他的名字 诶 唱机那里还有歌他的名字诶 老旧 我平安的fire 你是我杀伤待会儿 you you can call me tiger 被触摸我尾巴饿尽了 让你和我together 我的饭碗难吃的不是青春饭 表面装作挺冷但被地里面心很暗 给他们前阵断我精神是不是挺混乱 但你却不会偏能看C对你都算兴奋 他们的有点kawaii 要聪明耍巴西 请问你的转机是否能换两ferrari 为君子卡拉米 选鸭变火花蹄 我也爱freestyle 但我不会要打杀 哈哈哈 哟哟 他这一句是回应 生于在巅峰对决后台的那一段feestyle吧 虽然那一段被消音了 但大家都听出来非常的明显 我把你们当凉拌菜就像拌饺子 你们是要学那个 啊 啊 为君子卡拉米 选鸭变火花蹄 我也爱freestyle 但我不会要打杀 哟 You know what I mean 看他们笑得多大劲 伪装得神万破爱心 What the fuck Yo You know what I mean 看他们笑得多大劲 我觉得这句话很屌欸 就是他说完打杀 这个韵脚之后 他已经猜测到 我们这些听众一定会开心的笑 所以他就直接说了这句 就已经猜测到听众的反应 然后 DAM 为君子卡拉米 选鸭变火花蹄 我也爱freestyle 但我不会要打杀 哟 You know what I mean 看他们笑得多大劲 伪装得神万破爱心 也敌不过老子祸太硬 不服得过来拼 我指的是你们大部分 处处让我开心 在训练高等Problem 老子随便 押韵就会让你分泌多巴胺 说帮助来小心把你狗头炸穿 你们翻越不过山顶 就开始诋毁这座大山 但是freestyle 他辣了在我看来就像狗撒欢 复习了五年还能听得狗叫 为了不愿求随时供候资本的口哨 跳跳舞别忘了 你们世上都很有料 我只是被打压 你没容易被戴上手铐 哎这一句也很屌耶 他说我虽然被打压 但你们被戴上手铐 他被打压就是他的事实嘛 大家都知道 但戴上手铐这一句就超级讽刺 就说这些现在在台面上的当红web 因为某种问题想唱的不能唱 该改的词还是要改 我记得有位web说他们现在这个状况 就像是带着手铐跳舞 戏品一下这个歌词 跳跳舞别忘了你们世上都很有料 我只是被打压 你没容易被戴上手铐 身上包袱在我沉重 我依然走得懂 老子一边坐过一边 赚钱一边守着梦 我教授互换平坚 能力应该再给弄 老鼠嘲笑猫的时候 身边肯定有个洞 老鼠嘲笑猫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个洞说的 就是网上的一些hater 在网上一起骂他 你是个私人的艺人 你玩扫子 你巴拉巴拉的 但是单面又不敢跟他兑现 或者单面看到他的时候就躲在旁边就 太有画面感了 中梦 中梦 他随便 找了一球 耶 好了 诶 什么人是人歌是歌是事事 绿沙舍母 心机不要闹 这些问题应该治一治 说的三观这样我不敢狗通 因为我觉得他假的要命 这不算dis 因为我不喜欢和大傻B交进 也是回应大傻那个B style 屌的屌的屌的 牛逼 牛逼 那么这首歌我们就听完了 那个男人的dis 还蛮屌的 比较让我惊艳的地方是 他虽然是一首dis 但整首歌的混音质量非常的好 而且在歌词方面 大部分是一些喃喃上口的梗 所以基本上让听众多听几次 就能够马上熟悉 其次就是他无差别的开火 他这次的dis 就像是手上拿着AK无差别扫射 只不过在大傻那个方向少的猛一点而已 虽然说他这样子很多人说不痛不痒 但我觉得这种点到为止恰恰是这首歌最难的部分 因为你一首歌需要Q很多元素的话 如何凭一两句话去说清楚说到位 这是非常考验你的功底的 所以在我看来并不是不痛不痒 更多的是那个男人在歌词方面的功力深厚 那么这首歌在原则上我觉得不算是一首dis 因为我觉得还不够狠 所以听上去更像是 他有一天没事干的时候看到了圣语的feestyle 然后借题发挥随便玩玩 顺便输出一些自己对圈内的一些现象的问题的看法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较真 乐呵一下就完事了 当然我觉得圣语大概率不会回应他 而且说句大实话 许多走起来的weapon 根本就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 反正这种东西懂得都懂 那么关于这首歌你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BQT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